本期视频是78406的20款游戏实测 包括参数对比 机器是7500内存的MIX2 先贴一下TS宝分 核显规格来说和上一代差不多 改进了工艺 整体提升就如图所示 基本上还是10%的一个基准提升 我对于掌机的理解 还是随时随地畅快又玩 不太会推荐拿很高瓦数去玩 然后是省流部分 总结对比6800U来说 3A游戏普遍有10-25的提升 模拟器提升很大 但是不能玩的游戏依然不能玩 主要还是能耗比 大概提升15%左右 显出改进几乎所有游戏的能耗比 很多吃CPU的游戏再也不掉帧了 但这个提升主要来自CPU 而不是核显 我们来看一下20TC和大宝哥的游戏实测 但从数据来说 10瓦和Steam Deck 依然是没有拉开任何差距 这边要注意啊 我6800U是720P跑的 不是800P 但是游戏实测环节 2077的开车是再也不掉帧了 丝缓很多 大宝哥虽然真是没有明显提升 但是瓦数还是下来了 之前22瓦现在大概17 18瓦就能搞定了 15瓦有提升的话 更低瓦数也当然也会有提升 暗黑2所低瓦数 测试结构和之前一样 还是有15%左右的能耗比提升 而且温度也更低了 地平线59瓦到10瓦的机身跑分来看 CPU是相当大提升 但帧数码应该还是8%的一个分辨率提升 而且红圈指数部分甚至有点开倒车 个人猜测还是驱动优化不佳 调度还是有的蛮点小问题 这张图不够直弯 滑线图来看 在10瓦左右CPU有一个重合 之后是稳步提升 8%的一个性能差距还是有的 然后是20款游戏的7840U游戏实测 毕竟跑分来说CPU要求不高 实际还是看游戏的真实表现 在高瓦数下 哈里波特怼上瓦数之后还是真的很猛 但我这个是16级版本 32级版本应该是非常丝滑 现在新游戏不知道怎么了 优化方面整个就是把内存和核显发挥到极致 不过这个游戏需要打一下单独优化补丁 这点需要注意 美国末日这个游戏也是一个爆内存大户 16级真的是完全不够用 GPG的工程机BIOS来说 只能锁到3G的显存 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然后美国末日提升 只能说有 不是很明显 老德华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从45到50帧左右 然后变成了一个60帧 能掉到55帧左右的表现 真的是提升相当大 完全没有掉帧的感觉了 巫师3这边表现更是惊艳 在城里随便跑 没有掉到过帧数58帧以下 相当稳定了 之前是然以想象的一个帧数 这是次世代版的 不是原版 然后是智狼 很多人以为智狼不吃这个性能 但是很多人实际玩的话 发觉掉帧很明显 就是CPU不够 我这边测试下来 CPU提升之后 帧数上去很多 还稳定了 瓦数反而下来了 然后字母打错了 这个塔克夫提升也是蛮大的 毕竟这个游戏很吃CPU和内存频率 提升也将近20了 7500内存果然是很猛 然后是2077这边说过 开车的表现是提升很大 然后我们测一下各个档位的画质 定这个画质的话 开XXE平衡 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开中档光追 甚至能玩 真的是甚至能玩那个状态 室内的话 低档光追 基本上也是能玩那个状态了 真的是提升相当之大 战神这边测试不是很严谨 毕竟我这个场景有限 但总的来说 结合反馈15的提升应该还是有的 这个游戏调增还是蛮凶猛 之前各种场景达到一半20帧了 现在是没有了 掉帧是很明显的改善了 很多人觉得CPU其实没什么用 但是现在看来 很多游戏还是很吃这个CPU的 特别是这种奇马卡沙类的 真的是千人对战图 毫无压力 之前怼到28瓦 现在大概20瓦就够了 星球大战绝第五世 这个游戏很容易测CPU 用我这个优化电视档位 开中档的话 马上掉帧明显 这个游戏是很吃CPU 之前大概是40到50帧一个状态 现在是50到60帧一个状态 其实还是蛮大的 天国拯救之前在决斗场 这里是无法稳定60的 现在芯片升级之后 稳定60很牛逼 对老游戏来说 可能CPU是真的性能上限 死亡各线也是一样情况 进去之后会有点掉帧 然后之后稳定状态 也是会有点掉帧 这次改进之后也是有点提升 送快递的话更稳定一点 日本原神体积还是蛮大的 之前大概是20瓦 才能稳定这个帧数 它的下一代 国王哭了之后的版本 也是有蛮大提升的 这边是用龙神 没有打任何补丁的龙神 首发测试的 和别人跑起来 感觉还是有蛮大提升的 对比6800的话 虽然说掉帧还是很凶猛 但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对吧 这个是一比的话 其他肌肉大概二十几帧左右 这个是能勉强30帧 不过从云跳下的这一段 还是闪退了 看来内存还是很关键 PS3的话是提升相当之大 有这个AVX512加成 PS3模拟是有40几帧 一点也不也过 主要是这一代温度还下来了 等于是性能上限提升相当之大 跑模拟系的话 这一代是相当大的提升 谁不服 砍谁 四兄弟就来砍我 而且对显卡屋用户来说 也是个很大的好消息 提升很大之后 显卡屋也很猛 然后就是很迷惑的 有人要我测原神 这个800p高画质是毫无压力 高分辨率下是有一些提升 但是总的来说是毫无压力 这个游戏6800玩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 这个性能10点也是提升 不是很明显 可能之前就稳定60了 稍微会稳定一点 没什么太大的体感 也可是我画质调在地了 测不出来 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测测 这个游戏有基准的 生化8其实是我第一次玩 没有办法对比 但是我玩下来 这个15瓦是轻松搞定了 而且我开的不是这个最低画质 还是有一点画质 等于是中画质 或者说中高画质 相当刺滑 毫无尿点 生化4也一样 感觉李扬来了之后 掉针少很多 这期我玩的这边好像有很多时候 都五十几帧 这边就基本上顶着60帧跑了 感觉还是不错的 如龙呢 这边测下还是有掉针 不是很好解决 但是还是有一点提升 只能说勉强能玩 这游戏驱动还是有大问题 当然对比卧龙来说 什么游戏优化都是无敌的 这个游戏看不懂 打起来的话60帧 然后突然之间30帧 到一个场景之后 突然之间就一帧了 大家看一下 难以相信的是 这个游戏掉针居然是各位处的 四帧掉针 后面还有个一帧掉针 完全是看不懂 这个游戏怎么做的 我真的是 我这个监控已经是调的比较慢的 小幅度掉针根本看不出来 它这个一帧掉针 至少有一秒钟是完全停住的 反正总结来说 7840U 不能玩的游戏 还是不能玩 能玩的游戏 基本上都有不错提升 特别是掉针和能耗比 是有很大改善的 它就这有点脸